大家好,歡迎收看明報DSE網上播覽會 來到這一節,我們會講關於分析一些 DSE的成績統計和GILPAX改選策略 我是今天的主持李大偉 我們很高興請到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幾位老師 跟我們直播做這些節目 我首先介紹他們出場 有香港輔導教師會主席曾智濤先生 大家好 亦有香港輔導教師會副主席何玉芬博士 大家好 香港輔導教師會副主席閃雅琳女士 Hello 香港輔導教師會幹事陳偉文先生 Hello Hello 香港輔導教師會幹事葉偉文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們未去聊天的時候 下一題 正在看直播的家長和同學們 如果大家有些升學問題 可以留下你的題目 我們稍後會有些答問環節 幫你解答你的疑難 一些升學的疑難 首先我們交個時段給何博士 講解一下 分析一下今天我們DSE成績的統計數字 交個時段給你 各位在看直播的同學和家長 可能大家都會很緊張 經過了一天都收了成績 究竟自己升讀不同的出路的機會是怎樣呢 我以下就簡單用五分鐘多一點點 去和大家簡介 今年的2020年文憑市 即考生的情況 今年其實比去年 是少了2000多個人校的考生 考到33222的比例 比去年 高了一點點的 實數是18600多人 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在香港的學士學位的數字 是22,700個 包括了15,000多個 有教資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 即是我們傳統講的 八家本地的大學 港大、中大、城大、浸大 這八大的學士學位課程 他們那15,000個 其實都不是全部給聯尖的申請人去用的 其實那個 有80%左右 你這樣打個折的時候 有12,000個的學額 但我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本地的學士學位課程 包括多間自資院校開辦 亦都是有一定的條件 它要去符合 亦都是有一定質素的 本地自資的學位課程 在這18,000個同學裡面 其實他們未必每一個都會 一定會直上這個學士學位課程 以今日我也接觸過一些學生來計算 譬如說他想讀的某一些學士學位課程 他知道那個競爭是比較大 有些同學說 不如我考慮由副學位 然後我完成副學位的時候 我可以在這裏看到有5,000個副學位的畢業生 其實他是可以用比較理想的成績 當然他在他成班人中會比較出色 其實有一個叫做senior places 即剛才我說的八大三年班和四年班 要留意的就是 選擇的副學位課程 和他將會想去進修的大學的專業 應該有一定的連繫 例如你想讀工程的 你在副學士或公級文憑 都要收回相關的學科 要不然你讀了一個法學的副學士 你想去轉讀工程 可能中間有些學分的承認 就未必是承認得足 另外就是這裏藍色都出來了 五科二級包括中英文 但是不到3322的學生 今年都大概七成左右 而達到五科二級包括中英文 如果是屬於藍色這裏 其實是12000個同學 但是看副學位 我們這裏寫有25000多個學額 但是教育局也有一個數字 達到29000個 即是說學額 其實更多於屬於這個範疇的學生的人數 其實同學真的有比較多的選擇 今年多了一點的同學 是不夠五科二級包括中英文 如果價格比例 數字來說是14000多個 他們都可以從不同的途徑 是得到一個資格 而這個資格包括藝准文憑 BTC的基礎課程文憑 或者職專文憑 都讓他們可以持續進修 繼續上回副學士高級文憑的階梯 我自己也有一些過去一兩年的學生 都是走這個途徑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問 可以再了解 其他那些的出動說 文騰士 昨天考評局發表了今年的數據 雖然美國考生力盡很多的艱辛和挑戰 又延遲了考試 但整體來說 其實他們考出來的成績和去年 按比例 因為考生的整體人數是少了 但按比例 其實是沒有薄弱的 如果我們看達到三三二二二成績 日考考生的人數的比例 甚至這裡是有少少的進步 這個大家可以回憶 其實我也很心意想讀鑑子會的大學 我要多少成績、多少分才可以讀到 坊間其實有很多傳言 有些人說今年18分就可以了 其實就要了解回 在文騰士,如果我們說八大 剛才是說12000個學額 如果我們當大約是4萬多個考生 你是不是大約排在頭的12000人呢? 如果在這裡 文騰士的數據給我們一些參考 大概就是他給了一些數字 如果是332233的話 你就是排14000個 剛剛30多個% 如果是3322再有兩個選修方式 達到4級的話 你就是投過1萬個同學 那就是說大概在這兩個指標線之間的同學 你想進入八大課程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也有些課程 他們的要求是從來都是競爭是很大的 從來都是他不會放鬆分數線的 他一直這麼多年都是收到Best 5是28的 他不會因為今年我們校生人數少了一些 他變成收25的 這個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 現在看看累計的積點的情況 這個和大家我相信都容易可以去理解的 多過10分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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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過10分的同學有18000個 佔4成多 去到19分 19分或以上 這裡是計算最佳5課 19分或以上 其實是12341個 我們少了些人能達到19分 但如果按照比例 我們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留意這個19分和我剛才說的12000個數字 剛剛好就平排 就是說以我們過去的數據 大概這個分數就是基礎的線 不同的同學當你選擇課程的時候 特別要留意是有學科的要求 除了你達不達到學科的要求 都要看回不同的學科的加權的計分方法 這個計分方法在我們會的網頁 有這些資源 你可以一站式地找到 你看看自己考得好的學科 是不是他會加權比較重的 譬如說科結大學有很多科 英文是12的 但是一個science 1.5的 數學是12的 M2也有1.5的 如果你剛好是中這些科 就算你不是說剛才是19、20分 可能你也比你身邊的考得中文很好 通誠很好 跟你分數一樣 但是它在這個計分方法裡面沒有優勢 你會排前它很多的 有些課程或者很多課程 其實都是現在計算六科的 不少大學的基本的入學門檻都要有六科 四個Core加一個兩科的Elective 所以如果我們看六科的話有什麼分補呢? 如果六科大概用這個類計的方法 就是22分 22分 所以一個數字就是計5科19分 計最佳的6科22分 這個考評局還有一些數據給我們看的 比較複雜 大家可以把照片慢慢再參加 或者上下蘋果的網頁都可以看到 這個和剛才的分析都是類似的 或許我將時間講到這裡 然後就交給思怡 同學聽了很多關於分數的東西 可能還有不少問題 接下來可以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好,謝謝何博士 呼籲一下 我們這個直播 大家同學或者家長 如果有些升學問題 不妨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會跟大家去解答 較早前我們都會收到 一些同學的問題 又或者問問其他老師 解答一下他們 例如我先看看這個 我成績不夠20分 但又很想入中大 有什麼科目可以選擇呢? 我想我們都可以建議同學 參考我們的數據 如果本身是我們會員學校 老師都會通知你們 可以參考去年2019年 我們收集了 萬多個去年學生 他們的聯招成績 所以同學 如果你只想看中大 有什麼課程 合乎分數 亦都可以看回 不過想提回同學 這不是唯一的選擇 當你只想讀某一間大學 其實都要考慮 這是什麼原因 又或者會不會有其他可能性 我想我們除了會建議同學 去選擇某一間大學 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 他對某一類的學科 會不會找到他的興趣 以及同一時間 亦都要看回他的能力 是否符合到讀到那種學科 所以同學都要三思 要做多一點資料搜集 嗯 大家可以看到螢幕 我可以接觸一下 再補充一下 現在你看到我們的版面 應該是我們的聯招數據系統 如果是我們四百間會員學校 其實老師都會給你一個帳戶 因為我們會特別 在這幾天同學改選的時間之內 我們使無前例 開放了我們這個聯招的數據系統 因為我們看到同學 今年因為疫情 你未必可以回到學校 去用到學校的電腦 我們都是一個很特別的考慮 但是要留意 我們這裡的數據 其實是絕對不可以再去重複 去抄下來 去作其他的商業用途 就是軟限課程之間的排序 但是它是一個有用的參考的數據庫 剛才同學問到 中文大學的課程 你一打中文大學 其實這個關鍵詞 就出了很多課程出來 剛才你說大概20分 其實中文大學的engineering 這個課程 就是中大的engineering 大概是你看一看 它應該在計 有沒有同事可以提醒我 中大的engineering 它用什麼方法去計算入學分數 是Best Buy 4C加2X 你立即可以按這個 4C加2X 它會幫你 在我們有的所有 中大engineering 去年2019年的入學數據 和你用4C加2X 排一次 你會看到 這樣排下來 最低分的同學 4C加2X 六科 其實有19分 20分 不是只看分數 分數 不是更重要 其實你可以看看 旁邊的同學 是用什麼的成績 在不同的學科 進入中大的engineering 你會發覺 差不多全部都是Bene 另外 他們的英文成績 又不一定要達到4 原來3也很多 還有他們的數學 是比較出色的 這個M2 不一定有 有人有M1 有人有M2 你可以有一個抱象 大概知道 不是純粹看分數 而是不同的課程 你看完中大的engineering 你可以看看 USD的engineering 這裡也做一次給大家看 同時又提醒我 USD的engineering 不過他也不計六科 但他不是用這個formula 他是用英文 要加權 數學 M1 M2 其中一個理科 會加權 我們就做不完整個formula 但你也可以看到的pattern 大概的分數 計五科是這樣的 計六科是這樣的 他們全部都是Bene 大概的成績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 同樣都是engineering 不同的院校 你哪個院校的計分科法 以及已有的數據 反映到你的優勢 我補充完畢 交給同事 謝謝 或者回答另一個同學的問題 他說 他讀理科的 但是就炒了M2 M2 衰了 六科加起來 都過了20分 三大的功科 是否沒有機會入 我想也提醒同學 如果他對功科有興趣的話 留意不同的院校 其實對功科 都有他自己特定的要求 有個別院校 其實都不一定指明同學 一定要計算M2 成績 有機會其實是 將一些相關的科目 會將同學相關的科目 最好的那些 會抽出來 令到他可以 所謂的表現 沒有這麼好的M2 是可以不計算的呢 還是 反過來 其實別人說明 M1 M2 是一個他們必須要計算的科目 我覺得這些同學 都要自己做一些功課 無論是院校也好 JUPS也好 或者各個一些 先學輔導機構 都有幫同學做一些 資料上面的整合 同學需要現在做的就是 都要看一看 每一間院校 一些特定的要求 去再製造一下自己 如果別人說明 是有一些 特別要計得重的 他有 剛剛就是自己的強項 他當然可以發揮 不過我也提醒同學 當你是你的強項的時候 其他同學都會這樣想的 所以大家在互相比較 自己的強項的時候 都不要想著 可能我有個5 那我就衝過去 可能別人都會選擇 這一波的人 可能是有個5 甚至會不正正 自己都要留意 各個要求 以及提升剛才我們說的 股教支協會的數據 去比較 跟自己現在手上 拿到成績 去做一個比較 好,謝謝 我又想補充一下 Aster 我剛才 我們會放上網 整理了一些數據資料 就發覺 譬如中文大學的 engineering 他就不一定要有M1或M2 至於香港大學的engineering 他就是preferred 你最好有 不過他又說不一定有 這個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但有另一個角度去想的話 如果engineering這個學科進入大學 其實很需要一個強的數學根基 微積分 一些很精密的計算 如果同學在文憑史上 反映到這個未必是你很強的項目 我不知道同學為何會解僱 但如果這個不是很強的項目 但你去到大學讀一個學科 又很需要你有強的數學基礎 和能力的話 那你會不會用額外很大的努力 但你都未必可以很享受到 或者很容易輕鬆去拿到一個理想的成績 那這個不只是純粹分數以外 我們要考慮個人的擅長範圍 其他同事有沒有補充 都想分享一下 我有一些學生 講義都會在中大任職 就算是成績達標 M2都可以 但有些真的很誇張 他一開學就已經要點擊了 即是要點擊了 原因就是 他發現原來真是負興趣 可能當時之前考慮就搞了 我為了幫他提供我的分數 但結果就浪費了一段時間 到第二年可能要去到其他學校 讀回 他想讀是pure science 或是pure math 那他就會讀得開心一點 所以有時候都要看自己的興趣 不是說是人形 所以都回應主持剛才問的第一條問題 有同學說 如果我很喜歡中大 那我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除了我自己的分數 除了我自己的分數 是否真的能夠進入之外 都好像幾位老師那樣去提醒 其實 真的 說得逐一點 讓你進入 都可能可以 好像何博士提醒 根本因為他要求的一些 一些學科的加權了 或者是preferred 其實就反映了那個學科必須要同學 在那個能力裡面 是真的強一點的 可能讓同學勉強進入去的話 其實都不是在發揮他的強學 我們其實做生學輔導也好 做生涯規劃也好 都很強調是同學的 是否容易進入 等等 我都很想在這個機會 提醒同學 能否進入到 用不容易呢 其實當然我們都要考慮 分數上 或者一些計算上 我們都要考慮 但一定要問自己 我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你喜不喜歡那個學科 或者你喜歡的學科 在哪些學院 都會有提供的 那我應該是跟著 我有興趣的學科去選擇 那這個是同學可以 自己再咀嚼細微一下 老師給你們的意見 那我都想說少少 因為Engineering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那其實如果同學說 我想讀這個工程 那或者剛才主持說讀功課 那我想同學都 最好真的去了解一下 每個課程裡面 功課的範疇是什麼 那以免只看了我想進入工程 原來工程 你所想像的 和實際那個不是一樣的時候 可能就會出現了 剛才陳Sir所說 可能他們就會退休 所以希望同學都能夠 了解多一點課程內容 然後再去做個決定 好,謝謝 另一個同學也是讀理科的 他又想問一下 他考的成績都很好 有4,4,4,3,4,4 他想讀poly的放射 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都知道 poly-u的放射治療 收生都很高的 都是很受歡迎的 同學都可以不用放棄的 不過如果同學真的有心讀放射治療 其實可以考慮 在第二個選擇 放在東華學院 因為東華學院 其實他都在SSDP 都會提供了放射治療的課程 這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放在 理大放射治療後面 又或者另一個同學 他讀文科的 文科人 6科加起來只有15分 有什麼科可以選擇呢 他很想讀大學 Raymond或者Ricky 有沒有建議給他 他說想讀大學 其實他就 香港有很多大學的博物 不如你們介紹一下 我有少許的情況 我還是看看各方面的資料 譬如說 如果OU本身有一個 是高齡社會服務的 他就收14至15分 另外 恆商 即是恆商管理大學 他的應用及人管 和資訊管理 他都是收13至15分 如果Di 可能大家都聽過 Di 有一個科目很出名 叫做圓藝與圓景 他都是收13至16分 這些都可以透過3SDB 其實 除此之外 我想去OU那邊 其實都有一些 例如他中文 他都有一些相關的過程 也有一些在Creative Media那邊 因為OU裡面的課程 如果你們去認知 他很多時候 他可能是Creative Writing and Dream Art 他就不只是讀語文 可能是將跟電影合在一起 去整合了課程 其實這些 如果文波同學 你有興趣 想在這方面發展 其實都可以考慮的 這樣 所以 我想 就看回 例如我兒子 例如他選擇文科 文科 或者很想到大學 其實有沒有哪個發酬 或者哪一個專業 其實同學想去發展 我想這個是SSSDP可以看 或者有些的自資院校 其實他都有一些文科的課程 可能會有開設的 例如樹人 珠海 那些都有的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就對了 好,謝謝 又或者另外一個同學 26分 中文就容易了 應該去讀阿蘇 即是副學位 還是再重拆過呢? 你們有什麼意見給他? 其實這個同學 你可以多說一些 他 沒有,他只是這樣留下 總之他加上有26分 中文就得二 應該去讀副學位 或者副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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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好 你們有什麼建議給他? 我想他26分 就算是五科也好 六科也好 其實成績也不錯 26分 他就崩了一隻腳 同學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第一件事 就是想提醒同學 今年也有幾間院校 有講過一些特別的修生安排 我不知道這個同學 會不會是其中一類的同學 譬如我講一、兩間大學做例子 譬如中大有講過 如果有同學 他們是達不到332233的基本入學要求 但是在三個STEM的科目 都得到升 其實中大都會考慮著情讓他進入 中大有這個措施 另外科大也有另外一個措施 譬如同學想讀理學院 或者公學院 把他的志願放在BNA 而他在STEM學科 都能夠考慮三個星或者以上 其實同學要計算一下 會不會受惠於這些特別的修生安排 如果是可以的話 其實問題可能不大 但剛才說26分 我們都不知道他在說幾多科 計算出來 如果同學受惠不到這個特別的計算方法 可以考慮剛才那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重讀 第二個就是副學位課程 同學可以回想 如果你是想著重讀的話 是想著在來年 只是讀一科的重讀 還是你都會考慮再多一科去讀呢 講講重讀 其實都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因為今年都很特別 但接下來疫情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同學 其實如果我們一直都不能上學 或者我不能出去補習 或者我不知用什麼方法去重讀 讀一科 其實我是否可以堅持到 這是哪一個最好的選擇呢 如果同學考慮重讀的時候 要留意 如果想進入一個副學位課程 上去的話 同學其實現在 是不是都選定了呢 就是說 你是不是都想到 你會想讀哪一個副學位課程呢 你是想讀高級文憑 還是想讀副學士呢 你有幾個信心 其實在副學位那裡 是考到一個好的GPA 然後進入八大 所以其實呢 真的要多一點資料 我們才會講到 但剛才都拋書引玉 可以讓這位同學 想一想 究竟你是真是哪一類型的呢 可以再打擊好一點點 是的 好 謝謝 又或者另一位同學 他成績都幾好 拿到344234 讀地理經濟 如果大學想讀IT CS那些會不會收的呢 我給他一點意見吧 344234 我沒有考慮很多其他 我這樣計算一下 那些數字 如果我算是分數的 可能是機會也不是很高 但剛才說的大學那兩個字 其實真的有很多選擇 如果同學可以放眼到一些 自知的學位 其實我相信是一定有機會的 我可以這樣說 我分享一張圖,這是我當作聯礁裏的課程 現在看到了嗎? 我們說要聯礁裏拿一個合法,至少有五類不同的課程 第一類是我們傳統八大學教知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 我這裡整理了學費每一年是四萬二千元一年 這是一定的,你讀什麼科都是交這個學費的 我們用聯礁的數據,我們綜合了去看我們萬多個有取錄的個案 他進入這個系列的大學課程的學生 他們的2019年的文憑士,Lower Quarter Lower Quarter就是如果我有1萬個學生 1萬個學生四分三位數是第7500個人 他們的數大概是介乎19至21分 為什麼是19,有20,有21 看一看我們用Best 5,Best 6,4C加2X去計算 因為不同的課程他用不同的方法計算 大概是19至21分 換回來變成五方便是19至21分 但在聯礁裏面還有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我們現在多了學生去認識,叫做SSSDP 三個S,然後DT,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自知的院校 獲精選出來,就是放進聯礁系統裡 這些課程,為什麼會獲得更多的資助呢? 就是資助給學生,總之他讀的時候 學費每年可以減免42,000或74,000 看看他是否一個做實驗的學科 這些課程其實在前景出路和課程的質素 也絕對不弱的 留意一下,如果我們用去年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 這堆課程這3,000個學額 他們的Lower Quartile是15至16分 課程有些會特別受歡迎 但一般來說,這個分數是SSSDP的院校課程 就會修理 接著就是公開大學 我們沒有做到仔細的分析 不過我自己看回,再低1分左右 13至14分左右 如果你說鸾椒裡面 都有副學位和高級民憑課程 就是下面這裡 他們全部都是受資助的 他們來自成大、理大、教大 他們2019年的Lower Quartile是13至14分 所以這兩天,同學會需要做鸾椒的排序 如果你是獲得17至18分的同學 我們就會建議,你可以將BNA放一些你很想進入的 成大、浸大、領大這些課程 也不要忘記,如果特別是你讀 有些理科、工程相關、工程相關、商業數據相關 另外,想補充一下 另外想補充一下 另外想補充一下 我又轉了做IT 其實這是什麼原因呢? 可能需要探究一下 還是會不會是跟隨潮流走 還是會有另外的想法 因為如果你本身是傾向於地理和經濟 但是會不會是找回合學科 因為當初你一邊讀上去 你當然是有學會 突然間轉了個感覺 其實要考慮很多事情 不是說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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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擇幾條 新鮮熱辣的 有個同學問科大的JS5103 應該是理學B組來的 加權分後有28.5 請問入讀的機會大不大? 加權分後的分數有28.5 他想入讀JS5103科大的 我想在這個位置都可以推薦這位同學 因為科大的計分方法很清楚 在他的網頁上有一個Super Score Calculator 我建議同學用他的Super Score Calculator 去計算一下 其實那個分數跟去年的分數相比 其實差距有多大 今年大家都知道科大其實分了A組和B組 都知道數據上是有些困難的 但我相信其實他本身他收的人都不少 都幾百人 是啊 所以其實都 實際上來說 我想那個Devian不會相差得太遠 只要同學的分數和去年理學院的分數 相差得不太重要 我又覺得都可以一時 不過最重要就是要去回 他的Super Score Calculator 先去計分 謝謝 另外有一個都是關於理科的 他六科成績有23分 他想問一下如果讀科大、中大、廣大、浸大 哪一間會好些呢? Joseph 我想麻煩主持人 他的分數是23分 有六科 但他自己是 除了院校之外 其實我剛才聽到不太清楚 他對科目有沒有一些想法要求? 他沒有 他就說想申請去讀科學 可能他最想去科大、中大、廣大 或者浸大 哪一間會容易入 我想他應該是這樣問 其實同學都可以留意 其實同學他剛才數的 基本上都已經是 在八排裡面 真的有提供一些 所謂純理科 Pure Science 科目的院校 基本上都已經數出來 其實這麼多年 我們看回 如果真的同學去選一些 所謂Pure Science 科目的話 其實在21至23這個 其實我們都見到很多同學都拿著這個分數 是有入過 以上都有提及過的院校 當然問題就是 又是回到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就算是理科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都可以分類的 可以是一些是科目的 比較偏重科目的 有些可能是偏重數學計算 那邊多些 都是屬於理學院的範疇 所以可能都要同學看回 就算自己的分數是到達都好 那他自己會不會對某一個 某一個科目的興趣 是比較濃厚一些 而同學現在拿著 譬如說六科23分 按照他在純理科 Pure Science 裡面 的機會是不小的 如果自己都有一些條件去選擇的時候 那就是要留意 有哪些科目 他特別是有興趣的 他應該在中學裡面 我想去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這些科 甚至乎 ICT這些科 他都有試過的 那是不是真的 就純粹地讀回這些 我很純粹的 Pure Science 還是其實他都可以看一些 例如 Earth Client 一些科目的名字 可能在中學裡面 沒有的 但他去到大學 其實都是一些 新的嘗試 新的選擇 那同學都可以留意 好 在這裏 不如我補充少少少 就不只是回答這位同學 講的Science 那個Case 因為 今年我們都知道 看回大專大學的 基本入學要求 其實很多都已經提升了 那今年浸大都 加入33233這個門檻 那其實呢 在八間院校裡面 其實是 政府資助院校裡面 其實有六間都要33233 那我今天都 come across 兩個Case 其實就是 同學本身 他們都3322 都已經達標了 那他們本身 是讀兩個X的 那 發覺原來他們有第二個X 是崩了腳 那 他們成績可能是 4454 但是最後的Elective 是2的 那其實呢 這個分 講了23分 如果再提供資訊 可以講清楚 那個分數是五科還是六科 因為現在很多大學 他們都用六科來計分 那我剛才都不知道 23分是五科還是六科 六科 六科 好 那第二件事呢 我都要留意 原來 我們只是計分 是可能會忽略了 overloop了 原來他們的基本任何要求 是要33233的 就好像我剛才說 我有兩個學生的Kase 就是 第二個Elective 原來只是拿到一個2 其實就算他們的分 加起來是高分 但是 我發覺都是 進不到那六間院校 因為他們第一個門檻 就是33233 已經進不久了 所以這裏呢 都想提起同學 要檢查一下 不要只看Best Mix 是多少分 原來我們都要看 基本入學的要求 是怎樣 謝謝 有一個小導師 你說 Ricky Ricky OK 其實剛才我幾間大學院 其實唯一是浸大 是4C加1X 如果你說相對被二入的 那可能浸大會機會大些 不過又有趣 相比在港大、中大 或者科大 他的理學學位是少些的 就是浸會就二百多個 然後我們查過 中大、港大和Best Mix 有三百幾位 所以同學要選擇的時候 你都要考慮一下 就剛才 好像剛才阿閃老師所說 就是 究竟你那個 計算的方法 是Waiting 各方面 你的智趣 你會選擇 就是一個Best 5 比較容易 還是Best 6 對於你整個 比較有優勢 講完 是 好 謝謝 好 那 我補充一點 對 補充一點 我現在應該是share了一個screen 剛才我同事一直在說 類似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share給大家看 大家應該看到 OK 很多時候同學 就拿著自己的分 他會聽很多人說 他會說 你撕不撕到那個Medium 你哪一個課程 你已經是達到它的Lower Quartal Lower Quartal 其實是他報一個分出來的 他沒有告訴你 他背後是怎樣計算 他不同的課程 究竟是用什麼方法去計算 分數 其實我現在擺放這一版 那個PowerPoint 在我們會那裡其實都有的 我們想做出來 就想告訴大家 什麼 你首先 拿著你的成績 你檢查一下 你算是否符合 那個院校的基本入學要求 基本入學要求 就是Basic Requirement 越來越少院校 他只是需要五科 你這裡是可以見到的 打了星的 打了星就是 M1、M2 都可以當作一個Elective 就計算 就等於你是3323 就是Basic Requirement 如果連這個都不過 其實你就要在那個聯招的選擇裡面 將它移到最後 甚至是將它換走 過了那個基本入學要求之後 然後再看 究竟你想心移的課程 例如我看中大 他只是說 基本你先撕了六科 然後你看看你那個課程 是屬於這一堆 這一堆 它就是計4C加EX的 這一堆 我們用簡表的方式讓大家容易看 OK 還是這一堆 這一堆 這一堆就是計Bas5 你看到它計Bas5的 是多很多 USD是比較特殊的 你看到這裡除了它有六科之外 它有些是計5 你過了門檻之後 它有些是計5科 對 USD那些就是了 怎樣計法很複雜的 所以我現在都不讀了 大家可以去參加 有些是計6科 那就是這裡這個情況 就是一個英文加一個數學 再加另外最好的4個科的成績 然後呢 這裡就有一堆 你看到很多都是它很出名 或者很受歡迎的商學院 還有一些環境科學 Risk Management 的課程 Economics and Finance 那如果有一個同學 譬如剛才這麼說 他拿26分 不過呢 他最好成績的那一科 是中文 另外他旁邊有一個同學 最好的成績 是數學 那哪個有學機會大一點呢 我想這個大家就 可以很容易 顯然易見 你會比較容易考慮到 反而不要找一些 放大了你 你強項的課程 會比較順暢 入學 嗯 好啊 剛才何博士你展示的表 也有同學問 請問Best 6 34分 Band A 放了Poly的三寶 會不會太穩陣 因為三個都差不多分 那有什麼意見給他 他那三寶是指哪三寶 對 是不是visiotherapy radio therapy 以及什麼therapy 還是酒店 哈哈 我們又試試跟同學去做一個演習 那樣 你們現在看到我又share了一個screen 我們去到這裡 是 Poly U 我們去Poly U的 visiotherapy 對 對 看到吧 看到 對 看到了 那同事又告訴我 visiotherapy 應該是六科 對嗎 六科 還是五科 六科 四加二X 對 你看到了 如果以六科來計 它是達到30分 Basic score 是31分 Straight Band A 所以它是Poly的三寶之一 都是不容之二的 那你會再看到 這些同學中文英文的成績 他們3Camp 不是每個都是讀這些科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是讀IC 不是說 Chinese Literature 也有 譬如這個同學Chinese Literature 有不少 他們都會有NM2的成績 這裏可能會比較小 但我只會告訴你 你可以在數據上做一個搜尋 然後你也要看 Poly Youth Physiotherapy 公佈的去年的修生成績 那個四分三位數 你起碼是否到 他的四分三位數 第三樣東西 就是去檢查他的家團 即是他的計分方法 在他的計分方法裡 他會有說 他會重視什麼 每天的課 起碼有一個理科 他會加拳 他會將他成績 中英文會成績 那你就看一看自己 如果你根本沒有理科 那他收不收呢 可以不可以呢 另外一個 Radio Therapy 這個是第二部 第二部 我們也是Basics這樣看 我們sort by Basics OK 那你見到 他的系統 立刻幫你 用Basics 由最低分 一直排排排到最高分 你看到Basics 去到29分 那他什麼成績呢 那他的中英文 中英文 通識 普普通通 但是 他的Fig Ham 就很強 都有五星 那第三部是什麼 各位同事 想想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 是嗎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是酒店 可能他的三寶 可能他的三寶 意思是一些 方舌治療 啊 百理治療 職業治療 這些 我們輕鬆一點 可以換照 我也知道他在說什麼 Occupational Therapy 我們又看看 都是sort by Basics Occupational Therapy 原來比Radio Therapy 的入學成績更加高 這個分數很窄 其實在說三十至三十二分 已經是最 差不多是很好的 頭過兩三千個同學的成績 你看到那個分數 你看到 Straight 是有 起碼幾個五星 有五星星 這些都是一些參考的數據 其中一個參考的數據 好啊 好啊 可能你在掃描這個表的時間 何富士 你在掃描這個表的時間 有同學也是這樣 剛剛想看看 他報了Poly 他就報了一個JS的3923 3923應用生物科學 去年的收生平均 Bestify是21分 如果今年Bestify只有19分 值不值得去搏一搏 好啊 同事都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有同事先說一下嗎 我是Joseph 我想大原則都是 要看他自己Plan A的三個選擇 可以怎樣運用 我們經常都會提到同學 其實如果他真的要做一個比較薄 或者進取的話 那其實說 何謂薄或者進取呢 其實他自己的分數 同學自己的分數 和上一年的中位 或者四分三位 那個Low Quartile 其實不能夠相差太遠的 其實一至兩分已經有一個相當的 我們所謂薄的成份 然後呢 可能我們在說 推薦同學 A2 其實他的分數應該和上一年 是一樣 甚至乎是輕輕好過的 很貴少的 而A3 其實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Band A 對同學那個影響 其實真的很大 大部分同學都會在Band A 裡面派到 科目這樣 所以A3 其實他自己拿了分數 以及他擺在A3的選擇 其實已經是要高於A3的Low Quartile 甚至乎是高於Median 因為其實每一年都會有一些受動 即是同學的喜好 或者隨著那個新生 他們那個 Number of Stations 可能有一些變動 所以都不建議同學 即是拉得那麼盡 所以剛才回應這條問題 和上一條問題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是 同學如果將三個 Band A1 2 3 買三個其實是 性質都是 那個競爭是很大的 其實真的有機會 我以前見過有同學 是三個都很強的 有機會他其實三個都一起會沒有 因為他在那個競爭 他可能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的時候 就會 即是他那個沒有一級一級這樣下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同學 A1 A2 A3 除非他真是非博不可 即是有些同學都有一些非君不嫁的心態 那如果不是他都做回一個相對理性的做法 其實Aesca幫我們現在租了這個twin上面 A1 A2 A3 我們都有說 其實是要有 你在那個能力上面 那個分數是要有 相對有少許位上面的差距 以至其實我們都會 希望同學在A3 都守住 可以穩陣地入到一個 興趣和他的成績 都是相符合的一個過程 如果回到剛才說 我將三寶都放上去的話 那可能恭喜你 你拿到第一個 你的成績真的很好 可能你的A1 你的分數 A1那裡已經收了你了 但如果聽到這個建議之後 有些同學 可能是 那我又試一下 是將三寶最強的放在一起 我們真的見過 是這樣放 是一次跌到他很厚心 甚至會有這種危機 我們都見過 會有這種危機 葉Sir 葉Sir 我和你講座的時候 都講過這個表情 我想你會有一點心得跟我們說 特別今天有些學生都問我 A3和B4 我這裡都說 都一定要有興趣 我不會抗拒自己讀那個科目的範疇 我都是有一定的把握 所以我給他生立正 但是哪一個放A3和B4 如果有學生問你 好像剛才的同學說 你會怎樣建議他呢? 我想第一件事 他都要看幾件事 我想他的興趣和成績都差不多 我想第一 他真的要看科目裡的加權分數 其實加成什麼 我想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想他同時都要看一看 那個學額的分數 那個學額大概有多少 譬如有個 舉個例子 例如A3的學額 可能他都放到收到百多人 但是A4的學額 可能他只是收過20人 但是如果你這樣放上去的時候 如果你A3 A3那個 你本身都已經是沒有了一個提供 B4那個 基本上那個機會都會比較少 所以我想他看 除了看成績和興趣之外 我想下一個位他都要看那個學額 大概是有多少 那這個 我想都要看一看這件事 還有問一下 有沒有哪些 其實曾經有討論過 因為有些有討論過 可能他在過程中去表現理想 而有機會可能在A3那裡 可能是機會大一點 是的 好,交回主持 好,謝謝 或者我們又說說文科 有個同學讀文科 他考的分數 中英數通識就是3524 然後也有兩個選修科 就是三分和兩分 他想讀傳理和語文系 那聯招大學課程有沒有機會呢? 就是3524 32 這個同學就是我剛才 就是教授前回應的那個案 看到他兩個選修科 第二個是拿了二的 所以如果要看最低入學門檻的話 基本上應該只有領大和教大可以 他可以進入 但是如果同學想讀傳理的話 似乎又在這兩間院校 如果真的用傳理這個科目去找他的選擇 就好像已經不行了 所以同學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是真的 只是傳理才讀呢? 一些與傳理相關的學科 例如一些語文科 或者歷史科 人民的學科 其實在教大和領大都有很多選擇 而且他們本身辦的課程 口碑也很好 所以我想我可以建議同學 就會在這兩間院校 找相關的學科去收拾 我想講一講 其實同學們很多時候聚焦在 聚焦在八大 其實傳理樹人大學和恆大 其實都有相關課程 所以我想同學去看 其實珠海都有 其實他們所辦的課程 那個質素 大家可以看看課程內容 但是他們讀完出來的程度 或者那個資力架構 其實都是五等的 我想同學在做過選擇的時候 除了聚焦在八大院校之外 可以看這三間 而且如果資助上面 其實樹大、恆大和珠海 如果是一些自資課程 其實好像剛才Esta都有 可以有展示過的 就是他們都會有政府的資助 所以同學看的時候 可以看這幾間 明白 因為其實他延續下去問的問題 就是他其實都很想去台灣升學 他心目中有一間心儀 就是去台灣的細新大學 已經取錄了他 想讀一個傳理課程 但是又不知道香港 學位可不可以認受到 回來之後的前景會是怎樣 會不會回來之後要讀碩士 才可以找到工作 或者要換學位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你熟悉 你熟悉吧,我幫你 好 好 台灣大學那邊 我不管他是細新也好 還是其他大學也好 若果他在台灣那邊完成了大學 只是同學在那邊 認真去求學 他的表現也是理想 亦都儲齊所有 譬如台灣方面給他一些 學歷的文件 完成了之後 他拿回這些文件 回來香港去 學術及資歷評審局 他們可以做一個資歷認證 當資歷認證完了之後 他們那邊台灣的學位 當他們認受了之後 等同於香港的大學畢業 我沒有記錯去年 那個數字大概是台灣的同學生 提到的申請 回來香港認受 那個學位 大概是95% 我現在展示了出來 暫時想不想 轉一轉畫面 轉畫面才看到 原來你們看不到 不要緊 我先說 那就是98.5% 是 98.5% 所以在 一會兒Esta 給我看看 現在看到嗎 是 看到 98.5% 大家可以看看台灣的位置 是 98.2% 98.2% 所以 認證的機會都是大的 我們都會去問 為什麼同學做不到學位的認證 其實最主要 原因是同學交不齊資料 因為交不齊資料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認證 這樣 還有同學說回來 找工作求職 其實會不會真的 被香港去輸蝕呢 我想這個是 我很多時候都跟同學說的 其實在台灣讀書 不只是看學位的 他很多時候都可以看一些 譬如 活動的經驗 還有台灣如果 日後去做實習 很多時候他都會 在一些 可能台灣那邊的傳媒 去有一些相關工作的經歷 在這些 裏面回來 討論的時候 可能本港香港學生 可能未必有的 再加上 可能他普通話 可能提升了的時候 有機會 他自己都 可以有個 優勢 所以剛才 Esta 可以回到上面 剛才那頁 如果大家可以看 那邊的雜誌 其實都有展示過 一些台灣裡面 哪些企業會比較喜愛 或者是 台灣的學生都受歡迎 都可以成為一個參考 這些都是其中可以大家去看的 謝謝你 謝謝你 又或者我們答問的時間 就來到這裡 歡迎同學和家長 繼續留言 我們都會繼續 解答大家的 那些升學的疑問 又或者這裡 交給何博士 講關於 Gilbus 改選的策略 如果我把分數 或者把科目再放 的時候 需要注意些什麼 交個時間給你再講解一下 好嗎 好,謝謝主持人 給我一點時間 好的 去分享 現在分享了沒有? 看到了 看到了 好,謝謝 對了 剛才我們今天經常講Ban A,B 剛才葉Sir又跟我們說 其實我這裡叫B1 我當Ban B的第一個 其實它真正應該叫B4,B5,B6 A3和B4其實就是最關鍵的一個位置 但無論是你想想Ban A的三個 還是Ban B的三個志願 我覺得都一定不能夠 只去問你那個成績 撕到什麼課程的要求 很難免大家會這樣想 因為你很心急 你很想拿到一個學位 但我看到這幾天坊間 有時候我會跟傳媒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可以放一張這樣的 拉上網 最重要是找到一個穩陣的學科 你就去補 其實這樣是很危險的 我們見過不少的 如果用這種心態 就算你到八月中 你真的派到一個聯招的offer給你 記住,我只派一個給你的 但是你能夠去到最高的那個 派到給你 但你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到時你才知道 原來不是跟自己的期望有落差 那你選擇的offer也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有七大因素 真的要去考慮 第一個就是個人興趣 個人興趣就是 你喜歡哪一個專業的範疇 剛才我都說了很多 有同學說 我喜歡讀PolyU的三寶 三寶 他再闊都要去看 就是一個醫療輔助的專業 醫療和醫療輔助的專業 其實你加起來是很闊的 護理也是 Public Health也是 傳統的醫科相關的學業 那裡數了 其實在聯招中超過30個課程 在聯招中 只是講護理學的課程 都有在聯招中 你可以找到8個 計算一些副學位的SSSDP 那裡再有幾個 加起來有十幾個 那你… 胡聲? 要… 是,繼續 轉責廣大 聽到嗎? 聽到,聽到 要留意的就是 不要忘記 找到興趣範疇 把學科全數出來 然後就是 課程入學要求 一定要先過大學門檻 剛才Caroline提到我們很多次 332 233 基本上除了兩間大學之外 每間都是 我… 在說八大裡面 接著就看 你合不合 科目的要求 計分的方法 優先考慮的學科 計分較重的學科 你如果… 你不需要絕對這樣去計算 我計算出來 38.5 那究竟入學機會 是不是很大? 坊間又有人做了一些 所謂的 prediction calculator 你進入你的分數 去買個program 去幫你predict到 你有多少成的機會 真的 小心不要相信這些 因為去年那班同學 跟今年那班同學 是兩班完全不同的人 用過去摘色仔 你輸贏的比率 去計算你下一次摘色仔的比率 你行不行 數學我們都應該認識 那個是不行的 因為是independent event 如果你認識數學 你只是不關事的 OK? 面試安排很重要 過去有些同學 例如Raymond剛才提過 有些科目一定要面試 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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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雙方的課程 看看他們面試的安排 有些 如果你放到Band C 他都不會讓你安排到面試 即Band A、B 你要盡量放一些 你又想讀 又有興趣 又符合他要求 如果你都已經滿了 還有一個 我也很想試 不過他一定要面試 我放到Band C 好嗎? 其實他會被篩選去面試 機會已經很低了 接著先看個案三年成績 以及他取緑的Band 剛才我說 A和B 有時候我怎樣選擇 我把他放在A3 誰是B1 如果我兩個都很喜歡 一樣很喜歡 你看一看 查一下我們的Drupal Stat 你會看到他們是用什麼Band 有些是Pattern 看到出來的 有些課程 他只是收Band A學生 有些院校也說得很清楚 你從頭到尾都要把他放Band A 最後我剛才提過 學額 學額很少 例如10個、15個、25個、40個 我都覺得是很少的學額 這些每年收生分數的浮動會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只能撕到下方 你會覺得自己會有入學的機會 你可能最後會失望 剛才這個已經推出過 我不再看了 這個也是幫大家去 有個Quick Chat 先跳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都說過了 最後都是用這個例子 我不是說錯了 都是用這個例子 有個同學很喜歡某一個範疇 以武理學來做例子 不妨如果你今晚還有時間 去重新排序的話 你都不要懶 或者你勤力一點 做多一點資料搜集的功夫 起碼做六個 做這六個的時候 你就去答了這一堆問題 每一個課程 你找一找 找一找 找完之後 你看一看 其實你可能有兩三個 你已經不再符合它的要求 你就不要再把它 壓在前面 減少了你入讀其他課程的機會 把它轉走它 因為你有五個機會 你可以換轉學科 如果你轉無可轉 你將它移到二十 十九 十八 即是你根本都不合它的要求 無望 或者成績差異太大 或者你根本 譬如這個 CU nursing 一定要有個science 但你沒有 但如果你是成績很好 你想讀 nursing HKU不一定要science 你就可以將它放得前些 諸如此類 我想這也是我們排序的時候 一個抉擇 做了聯招這個同步 其實都不要忘記 我們都會有你 E-app 或者其他事實院校的課程 可以在這二十五號之前 去拿一個back-up plan 到時候聯招放了榜之後 你可以再選擇 分享到這裏 看看同事有沒有補充 我想追應 問一個問題 有個同學問的 他想看Jubus 排位的那一版 A1到A6 剛剛miss了 可以給他看嗎 好 好 等我一會 可能他拍不及了 可能 哦 興趣的那版 是嗎 是 是不是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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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如果同學還有興趣 我都說少少 為什麼我會挖住 這個五、六和十一、十二 其實就是想演示一件事 這個同學的Band A 其實他排得不錯的 他有興趣讀理科 剛才有同學說 我有興趣讀Engineering 沒有問題 你找他中大 然後科大 然後理工大 他就基本上符合了我們這裏的原則 興趣先行 那三個範疇都是你有興趣的 第一個成績 第一點就是 你是差一點點 他的要求好像看下去 你和他差一點點 第二個穩陣一點 第三個 你的信心比較大 所以成績你有三個 去到Band B 又重複這個程序 當然了 你的成績都應該是你有三個 甚至四個 但是有時候 排一下排一下 我今早也有些學生 我說 我覺得很辛苦 我不排了 我只想到四個 然後 真的 我不是一個 是很多個 然後我不排了 我只排四個 我都勸他們 為何要放棄這些機會呢 你多花一個小時 多花一個半小時 做多一點功課 你為自己呢 應該是這樣 送多一點機會給自己 送多一點機會給自己 你可能再延遲自己的選擇 這裏的同學 他就做了 一路就排排排下去了 你看到他都願意放一些副學士 但有些選擇 就是有點不太妥當 譬如科大的工商管理學院 其實那個學修生成績很高 廣大的藥劑學學士 其實收生成績比頭1、2、3、4都高 如果你把這兩個課程 放到第五、第六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真的在排的選擇 你說我有些興趣 但你的成績沒有生樂性 所以就要是 你放到第五、第六的 是跟理科有關 可能跟理科、工程有關 或者應用理科有關 但是那個成績的要求 過去那個水平 是比這麼大理學士 還要再低一點 這樣就可以 如果這個同學信心 是不大 其實在SSDP的過程裡 都有一些 是跟應用科技 或者應用科學有關 那些都是值得大家去考慮的 謝謝你 謝謝 我們繼續回答同學仔的問題 也是關於Gilpas那些 科目改選的策略 有同學問 應不應該放一些水泡科 在Band A 會不會容易進入? 或者我又說少少 我們要知道多少少同學本身 去拿進這個什麼成績 因為對某一個同學A 是一個水泡 但可能對同學B 已經是一個相當有知見性的 一個選項 所以我想這個第一 就是不要聽到其他人說 某院校的某科目是水泡 那就一定適合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 我們剛才都提過毛做這麼多次了 水泡科目是否他的興趣 如果是他的興趣的話 不妨的 但如果不是他的興趣 其實我們都可以預示到 就算到最後去八月中放榜的時候 然後派給他 他很有可能 其實他會不要 他會提供提供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 這個水泡科 有沒有一些同位 我們用上年輕人的說話 有沒有一些同位 其實他可能表面上 是容易進入 但同學是否都完全符合 這個課程 這間學院的要求 閃老師剛才也說過 如果那個學院要求 4加2 但這個同學其實只有4加1 無論這個水泡是有幾水泡都好 其實同學都不會拿到 所以我想 綜合幾樣東西來講 他都要看自己的能力 和這一科是相距多少 我會建議 A3真的要放一個穩陣的 我不叫他做水泡 是一個穩陣的科目 穩陣的意思就是 他自己現在手上的分數 綜合了那些加權 是否有必定需要 等等這些因素 是否都比他這個A3的課程 是高相當的呢 高一至兩分的呢 也有些同學說 我其實真的很慌張 我很害怕 我的心臟不能夠負荷很多的挑戰 我會不會就是 其實那個 所謂別人眼中的水泡 其實我已經很喜歡 已經 那其實我也覺得 同學不一定要拿A1或A2去討論些什麼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讀得開心 一直都是他希望 隨著那個方向的發展的話 那麼 去排排 是會比較理性和恰當的 好 好,謝謝 另外還有一個同學 他就報浸大 的JS2510 李學士 JS2510 李學士 他知道去年的收生 就是4C加1X 平均分是19.59分 今年的收生 就轉了去做Best 6 Best 6 請問成績 如果他有334 2 444 Best 6 22分 放在A3 穩不穩陣呢 你們有什麼意見給他 是 25 圖師可以先說一下 如果這樣算Best 6才有25分 似乎都頗穩陣 22 他只有22 抱歉 但他有3342444 對 應該不是22 Best 6 抱歉 抱歉 不要緊 不過在計分的時候 我都看回去年的數據 我都用回我們聯招平台的數據 都看回這個科 本身收生都不少 都收206個人的 剛才我們葉Sir 都說過 其實在幾個Band A的選擇 除了考慮一些分數之外 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些學額 我自己跟學生 在討論不同的選擇的時候 都會建議他們 收得比較多學額的科目 在Band A會比較好 這個似乎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自己就覺得 22分 22分 如果他擺A3 穩不穩陣 這個穩不穩陣呢 我們都背不了法律的誕陣 哈哈哈哈 不過 這個都是不斷加上 有時問我說 你只要跟我說一句 究竟是不是穩陣 是啊 他這樣問我 我更害怕 因為我不是大學 我怎麼能夠知道 它是不是穩陣呢 不過 我們如果已經參考了很多數據 所以我專門開這些版 給同學看 我們看回去年的數據 我們用Best 6去計算的話 其實都有不少的個案 但我們有的紀錄裏面收到回來的數據 都是大概這個分數 21、22、23分數 有Band A的有Band B的同學 OK 有Band C的都有 那這裡 你看看那個成績的項目 再檢查一下 是否符合他那個加權分數 或者計分的方法 有足夠的理課 你看到多數都有兩科理課 對嗎? 看到嗎? 是 如果符合了這些條件 根據去年的紀錄 他入讀的機會 就非常之大了 嗯 好 另外有個同學問的 就是 他想問JS7200 應該是浸大的工商管理 這個應該是領大 領南大學 是的 領南大學的工商管理 JS7200 如果他有Best 6 23分 想讀雙科 或者讀這一科 有沒有其他領南大學 可以 又是那句 要穩陣的科 可以進入呢? 又是穩陣 跟剛才的個案 我也是看回聯礁數據的平台 都是收得不少的 這個學科 144 144人 剛才同學的分數 加進去似乎是頗穩陣的 我想我也是這樣說 真的穩陣 不如我們看看這個 雖然我找不到那個 7200 7200 JS7200 7200 7200 對 難怪我們這樣 這個同學就可以看到 嗯 看到了吧 剛才Caroline說的 144個 2019個 今年應該是差不多 因為領南來說 也是大系 他是計算 Best 5 是嗎? Best 5 在等 10分 大概19分 這裡 23分就可以了 對 哈哈 Best 5 Best 5 這個就排出來了 15分 18分 19分 這個也是這樣的計算 還有領南大學好像沒有什麼加權 沒有 沒有 對 就這樣計算 五科最好的 所以對於一些同學 你不是特別是哪一科學 但是很突出 都是有一個優勢的道理 或者可以再查一個科目 有個同學想問JS5100 應該是科大的 科大的 科大的 所以需要多少 它是很特別的 5100 同事 也同步 查一下 她的admission formula 如何計算 這裡 我們沒有她的admission formula 但我們 尚且用Best 6 去做排序 你會看到最低分 在我們的記錄 那百多個記錄 其實我們有很多記錄 你一邊可以錄下去 從一邊去到很高的成績 都可以 有興趣的 自己登入 慢慢看 但是最低的 在我們的記錄 都可以去到18分 另外它 還滿了那些科目的要求 也有不少 是21分 21分 那些也很多 12 按照 有沒有補充 同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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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是去年的科目 今年的科目 是否拆成A,B 科目 A,B B 所以這裡 都要看回它的修正 而且它的計算 它的學科是英文 和數學 再加3 4 X 而且它 一定要有 生物 化學 物理 混淆科目 或是MV 這些都要看清楚 是 而且看到它的英文 和M1 M2 是1.5 計分方法 Heavier Wasting 好的,麻煩你 另一位同學 考到成績 4 4 5 4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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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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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醫療的專業去幫助別人,特別是在健康那裏 而如果同學反過來,我的二、三都是工程 可能相對對於工程的東西 或者是不太對人,對數字,對物料,甚至數據是會對多些的 我覺得相對是穩不穩陣,博不博 當然是很策略性的 但如果我的同學在這一刻擺A1是輸了輔助的過程 其實都只是問問自己,我這個是為了很穩陣地進入 還是真的我的興趣 可能我們得出的答案很有趣 因為他會很穩陣,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會進入 但再問一句,其實你是喜歡一些工程的東西 或者你喜歡對人,很簡單的說 你喜歡對人,還是對物件,對數據 問自己你的傾向在哪裏 好過是問夠不夠薄,或者夠不夠穩陣 好的,我見到有個同學在問一個科目JS2120 JS2120 他想去Best 6就23分 看看是否能夠進入 這個應該是浸大的工商管理學士 是 是不是想看完分數呢? Best 6,23分 根據我們聯繫數據,同學都可以幫忙租 其實呢 看到我現在 看到了,謝謝你 23,24,25,在過往老師有幫忙收集 其實都有的 但是在這堆數據裏面 你看到23是大概10中一個 只有一個是23 可能是說一些比較 marginal case的同學 另外一個我們都有留意到的 就是提到同學 其實在 quoture裏面 其實這科目是收得比較少的 就是幾十人 那 若然是有些什麼的偏差 就是你搭著它一個所謂low quartile 其實是 入到與入不到 其實有少許的 那就要看一看 這個同學是將這個科目 作為一個怎樣的運用 其實我也是很想讀一些 工商管理的東西 但我又知道自己的分數不是很高 那我可能把它放得比較高一點 可能是A1、A2 你可以是一個比較薄的選擇 但如果你說我不是 我打算拿它來做A3 是穩陣的 那對這個同學來說 其實是否真的很穩陣呢 我就會打個問號 自己同學去衡量一下 而且我都提一提 我都提一提這一科 請教 謝謝 其實這一科是有面試的 不過面試其實是6月24至7月2號 那同學都要留意一下這一科是否曾經面試 還有我想補充一句這一科對於英文的要求是高一點的 那麼修身那裏會有一個1.5 在英文的要求是高一點的 那如果同學本身英文是好的 那就算少一點 可以考慮這件事了 謝謝 好啊 或者想問何博士 有些家長和同學都想問 你現在展示出來的這些數據呢 其實是否要問回輔導教師會的老師 都可以查詢得到呢 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嗯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我也介紹過一次的 可能有家長和同學剛裝進來 其實是否也很好用呢 可能會看到越來越多分數 這個是我們在400間會員學校收集回來的 萬多個真實真人 我們的會員學校的輔導老師 幫我們已經確實了 是真的有這個人的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有參考價值的數據系統 還有我們做了很多搜尋 搜尋 什麼人可以接觸到呢 過去放榜我們就 第一只是給我們的400間會員學校 所以首先家長可以問 問學校的老師同學 問回學校的老師 是否我們的會員 是會員其實他已經是有個帳戶的了 那麼我們今年特事特辦 因為形成同學很多時候都沒有回到學校去進行輔導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到接下來的兩三天 我們就讓老師和同學在家中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資料 如果同學都知道是我們的會員學校的成員 在讀一間學校 問回你們的升學輔導主任 問他拿學生帳戶 聽清楚 學生帳戶 他就會給學生帳戶的訊息 你就可以在家中做一些數據的搜尋和比較 比如剛才說到鎮會大學 鎮會的BBA其實是 你見過他為什麼得手? 幾個人這麼少的? 因為其實他分了很多專修 不同的專修成績有少許分別 所以你說我想讀鎮會的BBA 原來他跟以前有些不同,原來他分了很多 例如entrepreneurship的重量 就是比較少一點 但可能也是比較少人認識 去年有些同學是Benz 也批評了,還有店的數量也不少 你可以多看一點 今天很少聽到別人說我想讀討論 以前很多同學都想讀討論 每間院校都有開討論 這個怎樣用呢? 譬如你就可以拿到那個 你就出了所有的討論 所有院校OU都有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可以將自己有興趣的專修範圍 再擴闊你的選擇和探索的課程空間 好嗎? 謝謝 謝謝 節落到尾聲了 還有幾分鐘而已 各位老師有沒有總結給我們今屆的會考生呢? 沒有人可以說一句 不如由Ricky先說吧 今年也是很困難的會境 但我想大家悔心努力,加油 Ricky Ricky說了Grey文 也是Ricky這樣說 今年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我也欣賞同學們為了這個文憑士 其實也有一個堅禮 我們考完就得到成績了 不論如何都好 大家都希望在升學方面 都能夠有一個明智的選擇 不論你的出路如何都好 希望大家找到一個最合適你 真的可以發展的未來的一條路去走下去 嗯 好 Caroline 好,雖然今天我們拿了成績單 但之後還有很多不同的期限 我們要緊守的 例如我們要在亂招改選 我們要在一些知識學位、副學位 可能要確認學位或者給劉偉肺 所以同學都不要掉以輕心 留意你們在不同的課程或不同的地方 有些什麼要繼續做 加油 好 主席 提醒同學 不要只把眼光集中在亂招 除了亂招之外 都還有很多的選擇 就算在亂招的系統裡 除了八大之外 都還有SSSDG 有很多的可能性被同學去探索 當然這幾天內同學會聚焦在亂招改選的處理上 但同時間如果同學是覺得需要找多幾手的準備 其實還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做 遇到有困難或者遇到有需要支援的時候 相信學校的老師 學生學輔導老師 班主任 社工 有很多人在你們身邊 盯著你們 這一年 對所有中六的同學來說 都是相當有挑戰性的一年 但記得關關難過 關關過 只要捱過了這個 其實在你成長路上 你會完成一個很重要的一頁 祝各位也有好的見證 好 我講得很簡單 很感謝明報 跟我們香港輔導教師會 有這樣的合作 希望我們接下來 還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跟家長和同學分享 但始終我們不是大家子女的老師 所以做任何決定之前 我也是要聽到一個意見 可以給到一個專業的角度 以及一個準確的資訊 最重要的人 其中之一 就是學校裡面的升學輔導老師 所以抓住他們 他們都很樂意 會跟你們去談 好嗎? 把時間交給主持 好,謝謝 在這裡跟大家 拜拜 謝謝香港報道教師會的老師 我們節目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我們明報DSE網上播覽會 還會繼續 可以大家留意你的疑問 一些升學的問題 我們還有很多升學專家 可以一一為你去解答 最後祝各位的學生 希望你們繼續 不要放棄你的夢想 還有很多條條大路通羅馬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你的夢想 好,那就真是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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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